台灣明年會舉行大選 兩大參選政黨、國民黨和民進黨 他們的宣傳攻勢都是較溫和 在街上見到他們的宣傳話額其實不是那麼多 而這次選舉的氣氛明顯比之前的較冷淡 今屆大選氣氛平靜 遠於小左民進黨支持者過往鋪天蓋地 大張旗鼓那份激情 蔡英文和馬英九風格相近 都是理性溫和的學者風範 謙決被炒作機會 民進黨一開始就選了負面選舉策略 針對馬英九過去三年多正跡不將來做文章 這幾年政府對富人減稅 但是民眾的薪水變薄 所以貧富差距拉大 最高的5人跟最低的5人收入差了75倍 所以社會公平正義惡化的很嚴重 我們的教育一直沒有改善 年輕人畢業找不到工作 青年失業率大概已經到了百分之十二點多 蔡英文雖然率先提出十年政綱 說要強化台灣凝聚台灣 內容涉及主權、失業、教育 以致環保 但黨內外都批評 他內容空洞 如教科書一樣 只有抽象的概念 始終未能主導選情 平淡無美的選戰 踏入十一月 終於出現了一些火花 三隻小豬的故事 蔡英文在新北市的選舉總部 放滿了這種豬仔等等的潛傷 響應民進黨小額捐款募集經費的運動 事緣民進黨一則選舉花水 指三個小朋友 捐出他們的豬仔前相比蔡英文 以示支持 被監察院質疑未成年不得捐獻政治獻金 結果民進黨借力打力 捐起了三隻小豬的旋風 不僅開始牽動支持者的情緒 還拉攏了部分基層的中間選民 結果之前在民調中 一直落後的蔡英文 就由三隻小豬 將他送上四成多支持度 和馬英九普遍有近五成支持度叮當碼頭 不過氣氛歸氣氛 有評論認為 國民黨其實成功在於主導議題 馬英九將黃金十年政綱入面 講文教、講公義、講廉政 或者與陸營大同小異 唯獨可以高舉推動兩岸關係的政績 包括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即是EFA 馬英九繼而又提出兩岸和平協議 這個長遠遠景 成為他將中間票員搶過來的籌碼 和平協議另外一個彰顯的意義 就在於兩岸是平等、互惠的 但最後我想和平協議很重要的一個價值是民主 在台灣來講是透過這麼民主 包括立法院要通過 包括要經過公投的方式 這張超長遠家旗票 沒有人能夠在短期內證實他空頭的 結果是藍營成功搶佔了兩岸關係 這個過去原本屬於民進黨的議題 評論認為藍營是佔了優勢 而最重要是 藍營同時掌握到這個議題 不能夠再發酵下去必須修捕 其實哪一個人搶先來講出來 哪一個有好處 但是如果你不懂駕馭這個議題 反過來到中期、後期 所謂那個旗局去到終局 很容易被人反過來 搶奪那個有利為治 大家如果再追深下去 你說發展兩岸關係 對台灣帶來有什麼實力 經濟數據是有提升的 但是與此同時帶來的負面影響也不少 劉睿紹認為隨著大選之期 越來越接近 兩大陣營操作每一步的選舉策略 必須減少出錯 不可以讓對手有可乘之機打擊 會是致勝的關鍵 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鄭麗儀在台北報導